有上角立即关注,更多健康内容不再错过,不定期惊喜送给你。 1. 西红柿 西红柿中含有的番茄红素,能够帮助消化、利尿,而且还能改善食欲。 而且西红柿中含有的黄铜类物质,能够有效地降低血压,另外它含有非常多的的无剂盐。 所以是高价滴钠的食物,又能够有效地防止高血压。 2. 香蕉 香蕉中有着丰富的甲元素,所以每天吃一根香蕉,能够满足人体对甲元素的需求,而且还能稳定血压,同时还可以保护人体的胃肠道,因此高血压患者要多吃香蕉。 3. 猕猴桃 4. 木花 木花所含的奇多果成分,是一种具有不干酵的用,抗原异军,降低血脂等功效的化合物。 5. 冬瓜 为年生草本食物,经上有卷须,能爬弯,叶子大,开黄花,或石球形,或长圆柱形。 表面有毛和白粉,是普通蔬菜,皮和种子可入药,瓜形状如枕。 5. 又叫枕瓜,生产于夏季,可以致高血压。 6. 洋葱 高血压患者应多吃洋葱,因为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营养,而且有较高的药用价值。 6. 洋葱有杀菌,痴痰,消炎,利尿,发汗,僵压,抗麻,强身等特殊功效。 6. 洋葱具有很好的僵压作用,洋葱含有的前列腺素AE能直接作用于血管,是血管舒张,减少外周血管和心脏关状动脉的阻力。 6. 并且,对儿查本案等生产物质有结合作用,从而促使血压下降,洋葱是中老年人,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患者的保健蔬菜。 7. 香瓜 高血压患者应多吃香菇,香菇中的脂肪已不饱和脂肪酸为主,且80%以上是亚油酸。 7. 它是香菇降压,价值,防止动脉周样硬化的重要物质,香菇中含有的香菇漂亮的核酸物质,能促进胆固醇的分解和排泄,连续使用能降低胆固醇及三鲜甘油。 8. 另外,香菇属高夹低纳食品,对稳定,降低血压,防护血管也十分留意,因此,高血压,动脉周样硬化,年老体弱及肿瘤等患者,一尝试相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